大家好,我是Dan 为了长时间筹备的solo正规专辑ARPA 去年成立自己的label的21CN 在正式开始韩国内的活动前 跟康达尼尔的经纪公司Connect娱乐签订了合作关系 7月10号凌晨零点 希尔透过自己的SNS表示 为了即将发表的solo专辑ARPA 能够在国内活跃的活动 想亲自介绍一下 以Virichity一起附作这次活动的国内合作伙伴Connect娱乐 所以写了这篇文章 在准备ARPA的时候 考虑过如何与更多国内粉丝们更亲近的沟通 最后能与支持我跟Virichity的团队 一起与粉丝们见面 感到非常期待 Connect娱乐也表示 透过这次与希尔的合作 之后会与更多有实力的艺人们 强化全球事业的影响力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哇,好神奇,也很相配 Connect工作做得很好 所以希望能互相云云 哇,希尔,等你好久了 真的好高兴 希尔终于要展开国内活动了 跟A.U.S.S.E.G.一样 又神奇又让人期待的组合 希尔康丹尼尔 这次的合作关系 对我个人来说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既然这样的话 希望两个人也能出一个合作姻缘 下一个消息是 旁台虽然昨天发表了 充满正能量的新曲 Permission to Dance 整首歌的内容是在说 我们要跳舞是不需要得到允许 描述了疫情结束后的情况 虽然是非常正能量的歌曲 但是同时也非常脆类 MB里出现了各个年龄的各种种族 象征着疫情结束的紫色气球 使用国际首语形容的开心 跳舞和平 MB结尾一起摘下口罩的人们 然后在疫情结束后 全世界的人都在一起快乐地跳舞 永别了新冠肺炎 在疫情初期 为了安慰我们的Dynamite 就算是疫情 我们的人生还是会继续的Life goes on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 也要快乐度过的Port 然后歌唱着疫情结束后的世界的Permission to Dance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这首歌真的是又好听又伤心 用手语的部分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最近都在戴口罩 所以要看着嘴型说话的人 沟通起来也是非常辛苦 就像歌曲的宗旨 希望任何人都能一起快乐地享受一样 这首歌很像是对听众人士搭话一样 而让我感动了 这么开朗的歌曲 不知道为什么会想流泪 尤其是摘掉口罩跳舞的时候 我是对旁摊没有任何感觉的路人 但是看了MV也是快流泪了 希望征服新冠病毒的那一天能够来临 虽然这次的MV是5分钟多 不会进入Buru的200的排行 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在阿米的生日7月9号 旁摊送给全世界最美丽最感动的舞曲 We don't need permission to dance 是5分钟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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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